新城湘公所在21号办理了太鲁阁祖感恩祭活动 那么这个是每年10月小米收割前夕 部落族人都会举行的祭典 而年年到了这个时候 族人们都会以虔诚感恩的心来祭祷祖灵 一方面是感谢祖灵之庇佑 今年五股丰收 另外一方面也祈求来年 家庭安康平安美满 物产丰收 新城湘的太鲁阁祖感恩祭典活动 可以说是热闹与温馨 更充分展现巷长合理台 极力推动原住民文化传承 以及记忆学习的成果 和新城湘是海纳多元族群 最融合最幸福的乡镇 精彩的舞蹈表演 除了太鲁阁祖传统舞蹈 各部落纷纷准备了精彩表演共襄盛举 分别有太鲁阁祖的大会舞 太鲁阁祖加征帮舞蹈表演 比较近的入宫展还说不到 多年 我们都要请我们在座的主演 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不该让我们的朋友们 一起跳啊 我们要请你们 我们的座大会舞 今天的感恩祭 除了我们就是要感谢我们的上帝 还有主灵 帮我们带来我们今年的丰收以外 我代表乡长合理台 今天在这边感谢各位族人 对乡长合理台五年来的支持 让乡长合理台可以推动 13项的社会福利政策 今天感恩祭就是对众人的感谢 对上帝对拉雅的感谢 希望今天的感恩祭 圆满成功各位族人 合家平安健康喜乐 谢谢 向来合理台表示 明年的10月份 是太陆葵族 文化祟祀祭的活动 是太陆葵族 每年最重要的祟祀祭 在这一年里 新城乡公署原委所所长 曾修英带领的团队 积极办理部落的各项演习 而太陆葵族族人 勤奋学习 今年的感恩祭典上 展现出比网友更精彩 更专业的舞蹈与才艺 感谢欢迎政府 新城徐真伟 协助推动原住民族文化传承 也感谢新城乡各界 以及前来参与的展观贵宾 对新城乡族群文化传承 支持以及协助 记者金红义 新城乡公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